直到看见全职爷爷视角将爷爷停播后圣希依依的更新 我才知道爷爷的结束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 他将接力棒交给了圣希依母 在镜头下的依依看上去有些紧张 但是将爷爷的出现很快打破了这个局面 爷爷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圣希依 继续支持宝家族 全职爷爷视角名称也改成了熊猫鸣母无宝的育儿日记 全新的频道更新着宝家族成员 有人会觉得这是又开始营销了吗 我觉得这更是一种责任 福宝就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因为两位爷爷的宣传福宝才会让大家知晓 才会成为顶流熊猫 才会让星宝如此的重视 所以即使顶着多大的压力 只要是对宝家族好他们就会进行去做 让我们一起看看第一次出镜的姨姨更新了哪些内容去 这是给爱宝准备的早餐 将食物放好以后姨姨就敲门让爱宝出外场了 爱宝也是很快就走到门口等待 姨姨通过窗户看见只有爱宝一雄立马就打开了门 这种爱宝出外场的视角还是第一次见 原来不管开门关门都是手动版的 爱宝外场营业后姨姨就去照顾双胞胎了 给双胞胎吃胡萝卜 瑞宝辉宝在姨姨的照顾下也是格外的乖 跟宋爷爷照顾时根本是两种样子 尤其是辉宝一直想要贴贴盛西姨 这要是宋三岁看见了又得吃醋 看见姨要走辉宝还不舍 不停地追着姨希望她不要走 姜爷爷并没有退休 而且还在为宣传福宝努力着 90月份再见爷爷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以后姨母也会和双胞胎发生更多有趣的故事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直到听见圣西姨叫福宝 我才知道原来福宝又多了一个名字 这一声声扑扑是福福的意思 从小到大福宝的外号就不断增多 因为是韩国出生的第一只大熊猫 从小拥有豪华公主房的 它有着福公主和财阀小公主的称号 因为福宝不到三岁体重达到200斤 并且每天青团数量是爸爸妈妈的两倍 所以又被称为福珠珠 韩国的猫粉觉得福宝非常漂亮就叫它福一针 因为福宝小时候经常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尤其是小时候就连爱宝看得不想认这个女儿了 然后被大家称为锅巴公主 双胞胎一宝从小就跟福宝一个颜色 真不知道长大会不会称为二号锅巴公主 跟妈妈爱宝打架的时候虽然每次都打不过 但是福宝非常不服输 越战越勇 所以被称为福不服 因为福宝非常喜欢出门营业 每次到下班时间 爷爷叫福宝下班福宝都不愿意下班 爷爷为了收猫费了不少脑筋和力气 所以又被大家称作为敬业福 爱宝怀孕不能出门营业 福宝替妈妈全天营业 古有木兰替父从军 今有福宝替母上班 福宝喜提心外号福木兰 爱宝怀孕后福宝住到了隔壁房间 因为经常发出吵杂的声音 宋爷爷来提醒福宝小声一点的时候 叫他二零一住户 三零一住户投诉你太吵了 所以福宝又多了一个二零一住户的称号 宋爷爷爷还经常叫我们福宝敦邦咪 可以说我们福宝应该是拥有昵称最多的小熊了吧 每一个昵称对福宝充满了爱 大家还知道福宝有哪些外号呢 今天江爷爷又来汇报两个宝宝和爱宝的最新情况 此时的一宝正在认真的喝爱宝的奶 爱宝已经有些疲惫了 但是看到江奶爸走了过来 仿佛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 眼睛睁大大的看着奶爸 江爷爷一脸宠密地看着爱宝 看见爱宝有些疲惫的爷爷主动伸出手帮爱宝扶着宝宝 让爱宝减轻一点负担 此时的爱宝已经非常依赖江爷爷了 只要江爷爷一来 爱宝就用那个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爷爷 爷爷也是宠着爱宝帮他照顾宝宝 然后给爱宝按摩抚摸来缓解爱宝的疲惫 爱宝去隔壁房间吃饭时 一宝竟然学起了姐姐福宝的五眼大法 爷爷都很惊讶 难道福宝晚上睡觉传梦交给一宝的吗 爷爷接下来又给一宝称了体重 已经达到了3060克重 然后爷爷拍了一宝跟妈妈一起睡觉的场景 非常的漂亮 一宝的粉红皮肤也是非常有特点 此时的爷爷在给一宝拍变 拍完变之后爷爷来称我们二宝的体重 我们的二宝已经快达到了4公斤重 看来二宝吃的会多一点非常的健康 看二宝躺着睡觉的姿势爷爷也是拍起了彩虹屁 不停说二宝漂亮 这要是被隔壁的福宝听见又要生气了 然后爱宝吃饭的时候两个耳朵竖了起来 爷爷说爱宝是兔子熊猫 头上还沾了不知道什么东西 跟爱宝说了两个宝宝名字的候选名单 想让爱宝参考参考选择哪个名字比较好听一些 可是满眼都是爷爷的爱宝只想跟爷爷玩 好像是说爷爷选就好了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宝二宝同框瞬间吧 两个宝宝都非常的同步非常的可爱 直到听见宋爷爷对着爱宝说这句话 我才知道爷爷又想抱孙子了 估计是爷爷还没有见过雄性熊猫幼崽 有点好奇 毕竟乐宝来的时候都四岁了 不过爷爷有句话没说错 乐宝是一只帅气的熊猫 而且乐宝的熊声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还没去韩国当韩吕大熊猫的时候 乐宝就是游客眼中的开心 经常跟游客们互动 所有人都喜欢跟乐宝互动 因为乐宝的性格太好了 抱着外国有人不停的盘脑门 撸猫的经常见 熊猫撸人还是第一次见 看着外国有人满眼的笑容 就知道他非常的开心 以前熊猫是可以跟游客互动拍照的 跟乐宝拍照的人最多 可见乐宝有多么的受欢迎 听说乐宝还是唯一上过小学的熊猫 好羡慕这群小学生可以撸猫啊 乐宝是真的射牛得很啊 一点也不认生 打工完坐皮卡车回动物园 在将爷爷来挑选韩吕大熊猫的时候 乐宝更是积极表现自己 爬栏杆跟爷爷捉迷藏 将爷爷干活的时候 对着爷爷表演倒立 并生生凭借自己的独特魅力 成功入选成为韩吕大熊猫之一 到了韩国上午 还是唯唯诺诺的样子 下午就变成了逍遥公子 对味道有着极致追求的乐宝 在熊猫界有着美食质检专家的称号 不喜欢吃的 哪怕饿了也不吃 还大大提高了韩国的生育指标 如今的乐宝有一个漂亮老婆和三个女儿 婆妥的熊生巅峰 孩子跟爱宝有两位爷爷照顾 自己只需要每天上班营业就好了 成名绝技单臂大回环更是圈粉无数 像这样又帅气乐观幽默勤奋的乐宝谁不爱呢 宋爷爷今天带了两盆特别的玫瑰出来 这个玫瑰是以福宝命名的 叫福宝玫瑰 2022年庆祝福宝诞生 爱宝乐园度假村开发所以制作了这款玫瑰 世界上唯一独一无二且特别的福宝玫瑰 为什么要带这个花出来呢 是因为9月27爱宝乐园将举行秋季玫瑰庆典 一直进行到10月22日结束 因为熊猫灵灵的嗅觉 所以这款玫瑰是专门为了熊猫而研发的 几乎没什么味道 看看福宝会有什么反应吧 爷爷将福宝玫瑰给福宝看 并介绍这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 福宝闻着花香 最后爬上了树 爷爷将玫瑰放在福宝旁边 非常的治愈 爷爷用胡萝卜引诱福宝 将胡萝卜绑在玫瑰花的下面 福宝一把就抓住了玫瑰花 最后还玩了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福宝早起吃饭的声音引起了爷爷的注意 爷爷过来提醒福宝 301住户你的妈妈和两个妹妹要求你吃饭安静一点 不可以便大声吃饭还敲墙 他们容易被吓到 福宝似乎啥也没听进去 继续干饭 宋爷爷爷直接开始展示他那361度的拍照技术 对着福宝大脸就是一顿拍 边拍还边说福宝胖胖的大脸太可爱 随后爷爷又开始给宝家族做玩具了 今天做的是一个木球 爷爷将木球挂在树上 看看乐宝会有什么反应 乐宝一到场外满脑子就是窝头 根本就没注意到树上的玩具球 爷爷又把木球拿到了福宝身边 三岁的福宝好奇心还是那么的强 看到新玩具非常的激动 抱着木球玩了起来 看得出来福宝非常的开心 宋爷爷爷再次来到乐宝场地 此时的乐宝注意到木球了 没完一会就把木球咬了下来传给了宋爷爷 宋爷爷爷拿着木球许愿 中秋节的愿望是希望宝家族永远健康 充满爱和喜悦之情 最后宋爷爷提前祝宝家族 和粉丝们中秋假期快乐 直到看见华妮小时候跟华阳打闹的视频 我才知道原来福宝一直都是向妈妈爱宝的 小时候的华妮和华阳是青梅竹马 两只熊猫天天形影不离 不管是吃竹子还是喝盆盆奶 或是喝水都是一起的 不过这种场景我们自己看看就好了 千万不要被乐宝看见了 不然他肯定会吃醋的 此时的华妮跟华阳都才两岁 华妮不允许别人在他干饭的时候打扰他 饲养员在给他清洁的时候 华妮满眼都是胡萝卜 一点也不配合 这让我想起福宝经常打扰妈妈爱宝吃饭 然后被揍的场景 小时候的华妮非常的可爱 圆圆的脸蛋难怪将爷爷说爱宝比福宝好看 这颜值谁看谁不迷惑啊 难怪把我们乐宝迷的神魂颠倒 华妮小时候有一个称号叫做小辣椒 经常跟华阳干仗 不管自己打得过还是打不过 一会不动手就不舒服 连一起玩滑滑梯都要跟华阳打闹起来 虽然看上去不是华阳的对手 但是华妮根本不服输 跌倒了就起来继续打 这回看得出来我们福宝的性格是遗传谁的吧 如今的华阳和华妮都有各自的家庭了 华妮现在已经有三个女儿了和一个帅气老公乐宝 还有两个宠爱他的爷爷 可以说是家庭非常美满 而我们华阳在今年五月底也有自己的女儿了 老婆是大熊猫星星 也算是家庭美满了 如果两只熊猫再见面 应该会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吧